去王一博画,模仿不来就想去,这个可能性不大。 引言,最近很多人都被UNIQ王一博的各种大片给刷屏了, 这么多广告都有它的存在。 毕竟是春天,一个跟王一博很适配的季节, 也是万物复苏的时刻, 岂能少了这个招人喜欢的王一博呢? 很多人说,应该去王一博画,这是为何? 主要是它在很多方面都独树一帜, 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色。 首先呢,且不说助燃了自己的公司, 乐,华的上市申请中,我们不难看出一点, 王一博公布可没,但是能否成功,前景如何, 我们暂且不论,但是如果单纯说去王一博画的话, 着实有种大诬陷小误了。 再次呢,这各种不同的新鲜物料, 如同雨后春笋,层出不穷, 作为红米的首席代言人,连续三年, 足够看得出来,红米的这波红利, 吃得真是作响其成了。 这也是唯一一位能够如此长久合作的一位代言人了, 看得出来,王一博的价值非同寻常, 去王一博画,凭什么? 凭你比他嫩? 凭你有比他有实力? 凭你比他有人气? 还是凭你比他有颜值? 想想都感觉可笑,去王一博画, 说到底,就是被他的独特又兼具实力而产生极度。 在王一博的众多代言中, 很多拿到的都是最高级别的title, 给足了这个顶流牌面, 说到底是要的就是利益化。 谁都不是傻子, 你不用想都知道, 王一博带来的效益, 并非只是祝然自家锁在公司上是这么简单, 他的形象跟气质, 走的是一条正统主流路线。 最后呢,我们不得不说, 王一博的个人, 有些人能够得到大众喜欢, 可能是因为一个角色, 一部剧, 但是能够持续性红三年乃至更久, 到底凭的是什么? 是资本? 是实力? 是颜值? 个人魅力? 还是价值? 缺一不可, 其实拥有这些特质的人, 娱乐圈中, 一抓一大把, 有资源的, 不一定能大火, 更很难成为一线, 说到底还是缺少国民度跟硬实力。 哪怕是天时的利人和都有, 配合一些运气, 让一个人活起来, 最后能够持续性, 还是需要货真价实的硬实力。 独树一帜的价值, 敢于突破性, 不拘于单一性, 才能走得更远。 很多顶流最后走的都是稳扎稳打的演员路线, 靠作品来继续, 但是无法做到独树一帜, 只会消耗殆尽的是流量。 所以呢, 去王一博画, 不可能, 因为他足够全能性, 街舞的出圈, 还是个文体兼具于一身的运动系男生, 足够特立独行, 你去不了, 也模仿不来。 娱乐圈应该多些这种特质的人, 才能够充满活力, 才能够百花齐放, 过度去打压, 去除的话, 带来的就是死气沉沉, 没有娱乐引导力。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, 王一博作为顶流, 为何主流会如此钟爱于他, 主要是他作为娱乐圈中的Z一代, 身上承担了太多责任, 既要弘扬社会主旋律, 又要兼顾各种群体, 还要正能量, 太过了, 就会失去娱乐性, 想要多度取悦多方人群, 反而失去的更多。 唯独王一博这种的, 独特的同时, 还能兼顾到了各种人群娱乐化的需求, 传递正能量的同时, 还能赏心悦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